大家好,我是刘波百艺,一位传统雕刻的手艺人。 今天用这块材料来雕刻一个小乌龟。 自从我来到平台做自媒体开始, 收到了许多朋友的私信以及各种建议。 我也采纳了不少,尽力地做出大家想要看到的视频。 也有很多朋友咨询过许许多多的问题, 只要是我知道的, 我也毫无保留地向大家分享出了我的个人经验。 虽然我真正地来到平台开始做视频, 只有短短的几个月, 也实实在在地得到了不少朋友的支持。 最近又有一些朋友给我留言, 想听一听, 我当初是如何选择学习这份传统记忆, 最好是从小时候开始讲, 当天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, 经历了怎样的人生, 从以前的浮躁慢慢走向平静, 一直讲述完自己十七年多的雕刻生涯为止。 来到平台, 靠的是大家寄予我的支持, 因此我也想听一听大部分人的建议, 然后再做出决定。 还是那句话, 虽然满足不了所有人都喜欢, 但至少也要听一听大家的意见。 在前面的视频当中, 我也说过, 每个人都有属于他自己的故事。 如果你也想听的话,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。 以后的一部分视频, 我就一边雕刻, 一边来讲述一下。 感谢提出建议的这些朋友们, 你们的心意, 我心里呢? 虽然我不擅长于表达, 但是我会一直记在心里, 创作路上也感恩由你们的支持与陪伴。 咱们中华传统文化, 已经有几千年, 前方的路也是任重道远。 这门手艺也是学无止境, 我也一定不忘初心, 努力前行。 在这里也真诚地向朋友们说一声感谢。 感谢所有深爱我的朋友, 感谢你们默默享受, 感谢现在以后风雨同舟, 明天的梦一起追求, 感谢所有深爱我的朋友, 感谢你们默默享受, 相信这次分别不是永久, 期待下一次的举手, 我会一直加油。 还有一些朋友给我留言, 有点好奇, 我的视频为什么是一手把剑居多? 关于这个问题你可以关注我, 在以后的视频里面, 我再跟大家说出这个问题, 因为这一期的视频时间可能会不够, 目前这个小乌龟的雕刻也已经来到了尾声, 这个就是成品以后的效果, 一个圆润饱满型的手把剑。 好了,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 咱们下期再见。